荷兰信息研究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 代表6.4万名父母向TikTok提出了14亿欧元 约17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该基金会表示 TikTok没有收集儿童用户数据的正当许可 忽视了保护儿童方面的责任 而其收集的数据远远多于需要的必要信息 此前该基金会已经与欧盟相关机构 向TikTok发出了投诉信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